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水的水质检测报告显示 河水存在污染 其中包括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 这些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而这些污染物与万家保健品厂的污染行为 有直接关系 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 在保健品厂建成投产后的这两年多时间内 这里的孩子多少都出现过反复的生病现象 水尾村位于浮水河的下游 上游只有万家庄一个村子 并且污水厂就建在河边 这难道是巧合吗 通过走访了村里其他一些农户 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 虽然被告提供了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检查报告 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 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 主张不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水尾村河段的河水会出现污染 且其特征污染物与保健品厂排放污水的特征污染物相同 比如都含有铅 针和有机污染物等 那么保健品厂就应该对其污染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在继续法庭辩论 请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针对原告诉讼请求 我方发表如下辩论意见 原告称李传强在最近两年多次因为感冒 发烧 腹痛 呕吐等症状送院治疗 由此怀疑李传强的病是因保健品厂的排污不当 造成了水污染所致 其依据是污水处理厂位于浮水河上游 而水尾村位于浮水河下游 我方认为这种推论难以成立 李传强的病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与万家保健品厂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你是fic hotels 你是居住的 都在没有什么 追尽 venidos 阿文 阿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